而针对地沟油的事件 就有民传国中的学子特别自制简易的光谱仪来测油 从去年的橄榄油中参查同叶绿素的事件发下 因此要让混油曝光 而这项研发也荣获全国中小学科展的特别奖 台湾康宁创新奖 学生看见时事发想创作相当受到肯定 就是这一台自制的简易光谱仪分析器 获得今年全国科展的台湾康宁创新奖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自制出简易的光谱仪 因为一般的分析仪器价格很昂贵 那大家不容易得到 那如果我们分析出了这种简易光谱仪的话 那在家中大家都可以自行初步检验 想要检测的东西 那就可以为食品的安全做一份保障 我们是使用吸收光谱 然后我们发现橄榄油它会有在波长667nm处有特殊的吸收风 那看这吸收风的高度就可以知道它没有混油 然后同叶绿素它有另外一个吸收风 所以这两个风如果产生干扰作用风会偏移 那如果有偏移就代表它有添加同叶绿素 所以这样就可以辨别 大会因为他们有提供就是厂商给予的特别奖 那我们这一次得到的是康林创新特优奖 在这个奖项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大力的肯定 那这是我们在这边的学生的一个优秀的表现 那我们发现孩子非常的有创意 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是孩子们从无到有都是自己发想的 那我跟那个金上老师其实就是从旁协助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支援的我们才支援 那不管是设备也好或者是那个研究的项目 其实都是孩子自己主动的提供想法 然后跟老师商量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阴影时事学以致用 虽然没能在全国科展中拿下名次 但获得台湾康林创新特优奖 显示其研究价值可喜可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